现在美国油价涨得离谱啊 再这样涨下去 故意我车都开不起了 开玩笑的 不说不笑不愿闹 好 我们现在去看看美国的油价是什么样 走 4块1毛7 4块1毛7 美国的油价现在 以前两块多 涨了一半了现在 油价涨了那么多 走吧 我们再去超市看看超市的物价涨了多少 好 走了 国内呢 国内的你们工作有没有涨工资 物价都涨这么高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也不知道 到超市了 我们先往里边转一转 把该买的东西先拿起了 现在也不敢买太多东西 特别是肉 吃一点买一点 在地下室冰箱啊 还有很多肉都没有吃呢 这个房子一卖出去 你说这个食物放哪里去啊 所以买一点吃一点 以前都囤很多 我现在不敢买的牛油果啊 妈呀一包涨了两三块 我觉得我们家这个这个牛油果都从来没有断过 我记得以前好像是五块多一包 现在是八块九毛一包 五个一个一块多 这样一颗一颗的生菜 以前是三块多我记得现在变成五块一毛八了 葡萄从最到了六块五块多吧 现在是七块九毛八 煤倒是没有涨价 以前我觉得都是四五块一盒 现在还是四块九毛八一盒 你看他一来超市的沙花一样了 你小心一点别滑倒了好吧 那块走了走了走了 超市的幸好没有很多人今天 看看肉怎么样 牛肉本来都是价格不等的 这个安格斯的牛肉 十块九毛八 没有长长还是那个价格 这个没有长这一包是十九块 十五块三磅 有机的鸡蛋好像长了几毛 这是二十四粒 然后现在六块七毛七 七毛七二十四个 买两盒 这儿子最喜欢吃的 以前是十二块多 现在十七块九毛八 这个田的 这个物价真的要疯了 那也得吃 是吧 好了我们买完了 简单买了一些 走吧 娘娘 只要不到周末 这超市 都没有什么人的 这个就是 Sam's Club 我觉得咱们中国好像也有这个超市 然后它就是一个像大型批发的一样 就是你比要买东西多一点呢 你就来这个超市里面买 都是那种大包的 大桶的 这是有我们家女朋友 好了别动妈妈先付钱 这个小妞妞 你别来会像 好吧乖乖 等会摔到你呢 小心一点好吧 你看到没有 你看到 妈妈付钱 买了这几样 然后来吧 看看花多少钱 138块4毛7 哎呀你会这个物价现在涨的呀 真的是 买一点东西都要花一两百 以前买这么东西 我觉得最多八九十一百块 你们听我说这样的话 感觉 我花钱很心 很心疼这个钱啊 其实我不是说心疼 那你这个物价涨 你这个是局势的事情 没有人可以控制得了 我们就是在聊天 告诉你这边的状况 他涨他的 我们的生活还得过我们的 对吧 你说我们这一个平头小老百姓 哪经得起这样的物价折腾啊 是不是啊 这要是没有赚钱的能力 这生活费都支付不起了 我就开始在这卖苦了 不是卖苦 以前啊 真真心觉得生活在美国的物价 真是低到不行 买什么感觉都是便宜的 真的房子也便宜 车也便宜 吃的东西用的什么都便宜 就是包括奢侈品啊 也是其他国家我不知道啊 比欧洲可能 比欧洲差不多 但是比国内肯定要赔很多 都觉得哎呀幸福到不行 现在妈呀觉得这个东西贵的哈 贵到不行 好 准备回家了 然后 晚上又该考虑晚上吃啥 看这一天一天过得多快 这新的一年开始都已经过去三个半月了都 三月 现在三月中旬了吧 你看看 这人啊有吃有喝的就觉得时间过得快 然后加上在自己天天整天忙的一天到晚 就更觉得这个时间觉得更快